喜欢看港剧的小伙伴们一定不会对罗嘉良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他参加唱歌比赛获奖出道 后来开始尝试演戏 在早期港剧《天地男儿》中扮演反派徐嘉丽迅速走红 之后凭借创世纪中的角色叶蓉天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12月25日 久未跟观众见面的罗嘉良现成某公司年会活动 当晚罗嘉良一身黑色西装亮相 不禁让我们想起好多年前港剧里他出演的经典造型 现场他演唱了好多经典歌曲嗨翻全场 作为60后的罗嘉良也绝对是不老男生的代表之一 不知道平时的他怎么注重保养的呢 停工之一 应该 Common 谢谢大家